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现在网络上有好多人打着预言家的旗号来行骗 也让这个行业的名声一落千丈 我们一般听到的预言几乎都是在每年年末去预言下一年的事情 各大预言家说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也就当个奇闻意识听听就过去了 可是有这么一则预言 不止一个人提到过 更神奇的是这些人并不是一个国家 甚至都不是一个时期的人 从古代开始 国内外的一些预言家就不断地做出同一个预言 也就是小编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圣人 虽然话语不尽相同 但是大意都是圣人会出现在东方 带领大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那么这位预言中的东方圣人 是否真的存在呢 又会于何时出现呢 且听小编给大家细细道来 从庚子年开始 全球肆虐的病毒使预言家这个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捧和关注 但不知道大家在这些预言中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在这个时代 东方会出现一位圣人 尤其是2019到2021这三年是关键的年份 可是现在我们大家环顾四周 虽然2021年天地异象丛生 磨难不断 可是好像预言中的这位圣人始终没有什么动静 这让很多人都开始耐不住性子了 心里想着如果圣人会在这个时期出现 那么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个时代会有很多伟人 但能称为圣人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就像我们最为熟知的一位圣人 孔子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的眼中 孔子也不过是带着几个穷学生四处游历的教书匠而已 还有历史上政教出现的时候 耶稣基督被人钉在了十字架上 很多圣徒都遭到了迫害 过了五百年才被平反 再有就是我们的释迦摩尼的僧侣团曾经也遭到了迫害 如此看来 圣人如果已经出现 那么怎么都会留下些蛛丝马迹吧 只不过很多时候 要等到历史的车轮走过以后 我们才能恍然大悟 醒悟到圣人其实早就已经降临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这些做出有重大改变的人 只有在无数年后 才会被后人给予圣人的尊称 如果各大预言书籍 各大预言家们的预言是对的 在这个时期可能真的会出现圣人 而且圣人可能就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并隐藏在我们的身边 但这时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那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圣人的痕迹 小编猜测这大概是因为圣人此时也和我们一样 正在被世俗缠身忙碌着 所以即使这位圣人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 我们也感觉不到 当然 圣人毕竟是圣人 与凡夫俗子肯定是有所不同的 尤其是当世界真正出现重要转变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按照预言家口中的方式闪亮登场 然后拯救人民与水火之中 那么除了我们熟知的推背图 《乾坤万年歌金灵塔碑文》这些中国预言家所留下的预言提到过东方圣人之外 那些西方的预言家们又是怎么解释东方圣人的呢 最早提到东方圣人预言的就是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诗言体 书中说到在这个时期 有一位东方人离开了他的家乡 穿越亚平宁山脉到达法国 他将穿越天空、海洋和冰雪 用他的神杖唤醒世人 除此之外 诺查丹玛斯在书中还提到 东方圣人留在欧洲长久等待不能返回 他还会回到亚洲 来自伟大的赫尔莫斯 他会超越所有东方的王者 诸世纪中出现的两首诗 其实是株连闭合的 讲述的是同一个人 只是时间上略有不同而已 我们也能从诗句中看出 诺查丹玛斯预言将有一位东方人流落到西方 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要留在那里 但最终这位圣人还是会回到东方 而且等到那个时候 他的威望将会超越东方历史上所有的王者 除了著名的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 还有一位通灵预言家 人称美国先知的埃德加凯西 也在预言中提到过东方圣人 这位预言家从二十世纪开始 一直到离世这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埃德加凯西都在被催眠时免费为人解读病因 提供治疗建议 同时他也留下了一些预言 提到了百年后甚至更久之后的事情 凯西的这些预言包罗万象 而且准确率极高 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重视 尤其是对于中国的预言 更是引人关注 他的预言和诺查丹玛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凯西预言道 有一天 中国将成为基督教的摇篮 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 是的 这对人们来说很遥远 但对上帝来说只是一天 明天中国将醒来 对于这条预言网络上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 很多人认为这条预言是指中国会出现一种大道的信仰 中国会变成全人类共同信仰的摇篮 但小编认为 如果凯西的预言真的准确的话 那这种信仰一定和将要出现的东方圣人有着离不开的关系 要说上述的两位预言家太过遥远 那我们再说两个近代的 首先我们来说美国近代最著名的预言家珍妮迪·克逊 这位美女预言家靠着手中的一颗水晶球 一直为别人占补其凶 她在1997年去世的时候 曾说出了一个震惊西方的预言 天使的子孙将降生在东方 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西方只能代表事物的终结 美国将受到古罗马式的衰败惩罚 这段预言的具体意思就是 东方将在这一时期出生一位婴儿 这个婴儿将会彻底地改变这个世界 她会在大爱的信条下把整个人类聚在一起 不再出现种族的划分 并建立起一个拥有新信仰的世界 她会在人们中传播神的智慧 把每个宗教和每一种教义融合起来 除了上述这段预言外 珍妮狄克逊还说 在21世纪初 人类就会感受到这个东方圣人的伟大力量 并在未来的十年中 世界将会以新的形式 新的面貌 逐步来到一个消灭战争 化解灾难的新世界 而东方圣人的力量将会从2019年开始 愈发的强大 到那时地球上的人才会发现这次幻象的真正的意思 看到这里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珍妮在这里提到新信仰世界即将建立 也就是说圣人带来的信仰有别于传统的宗教信仰 这跟凯西的预言是不是又对上了呢 除了这些预言 有关于东方圣人最近也是最出名的预言 应该就来自于俄罗斯著名的火星男孩波利斯卡了 相信提起火星男孩大家并不陌生 他于1996年出生在俄罗斯 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 8岁的波利斯卡就表示自己不是来自于地球 而是火星 这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媒体的关注 著名的天文学家霍金也曾与火星男孩有过对话 在交谈过后 霍金说到无论波利斯卡是不是来自火星 但是这个火星男孩对于宇宙和天文的认知 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相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会认同他的说法 因此我们不能忽略火星男孩提出的宇宙论 以及对未来世界的预言 有一次在媒体采访火星男孩的时候 他曾这么说到 中国是被上天选择的国家 未来的地球保护神会在中国出现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因为他正在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我这个时候说出了他的身份 那么他的国家就会驱逐他 甚至他会像耶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这些资料网上都有 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 其实从小编前面讲的这些 我们就已经可以大致推断出东方圣人的基本特征 在这些古今中外的预言中 第一个共同点就是东方圣人拯救天下的方式 并不是建立帝国 而是将带给人类新的信仰 他出现之后不会去做管理国家之类的政治家 将会去做一个把人们的思想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思想家 哲学家 或者是宗教家这种学者型的人物 如果预言家们说的都是对的 圣人会受到全球人民的欢迎 可见圣人的思想是超越各派宗教的 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 圣人是一位思想家 而且他的思想著作已经在悄悄地影响着这个世界 在不久便会达到高峰 这就是小编根据目前线索所能得出的最大结论了 其实人类历史本身就像一个剧本 充满了戏剧性 我们也不能否定有人能够提前观察到结果 但无论如何 圣人还没有确定会不会出现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 珍惜每一天的时光 好好修行 好好念佛 至于圣人到底是谁 这个就由大家自己去判断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